用這個乘勝追擊 我覺得非常貼切 但是我要引用這個丁允宮的話 這個質感不是很好 這樣的乘勝追擊 因為他都是被動的獲利 譬如說習近平的講話 獨派大佬的逼宮 他是被迫出來說 我怎樣怎樣回應 然後網路聲量突然都很高了 這個待會兒我們會談 所以質感不是很好 但是至少悶了很久 之前有人看出來說 會不會連門票都拿不到 到底有沒有能選連任 現在這個態勢就相對比較明顯 我先講一下習近平 因為他是對岸的最高的領導人 他有他的論述 他有他的看法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習近平講什麼我多尊重 但是問題是 蔡英文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投票選出來的總統 我要監督的是蔡英文 我不是監督習近平 我們又不是對岸的附水組織 為什麼他講什麼 我們就信什麼 看蔡總統跟外國媒體的查詢 蔡總統說 習近平定調沒有模糊空間 什麼時候習近平講話你這麼乖 他講什麼聽什麼 然後總統還叫各黨派 各政黨不要再講九二共識 這根本無厘頭 所以我說質感不好的原因在這裡 我們根本 我們要有一個話語權 不是習近平講什麼 我們就聽什麼 他講的我們尊重 我們參考 我們自己的論述是什麼 蔡總統沒有講出來 當然我給觀眾朋友看 他當然很簡單的把一國兩制 跟九二共識 還有一種個表通通劃成等號 這個就是講的競選模式 打兩岸牌 這非常的清楚 我們再看 我比較在乎 蔡總統你真的不要九二共識嗎 真的不要一國兩制嗎 還是你連中華民國都不要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解釋給觀眾朋友了解 這個是去年 在沙爾瓦多的斷交記者會 我們總統府的新聞稿 中華民國跨湖台灣 你想說什麼時候有新的國號 叫做中華民國跨湖台灣 在剛剛的元旦的新年談話 叫做中華民國台灣跨湖不見了 請問我們是改了國名嗎 還是我們改了國號 為什麼改了都沒有人跟我講 報紙也沒寫 他就改了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 其實這意思是不一樣的 中華民國跨湖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每個意思都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自己說蔡總統 你不要什麼 你不要一國兩制 可能大部分的民眾會 民意會提一國兩制 大家聽起來怪怪的 毛毛的 這個可能OK 你說你不要九二共識 那你一中各表也不要了嗎 難道這個是蔡總統 你跟習近平的共識嗎 我們都不要談一中各表 變成你們兩個共識 這個我覺得 所以主持人我的結論 我還是希望這樣子 因為我最近對公投有點 我希望2020的公投榜他選 一國兩 還有第二個公投 類似這東西 當然 拿出來一頭 對 你公投的主文 要寫得很漂亮 是不是公投 我剛剛講年金 還有這個兩岸的議題 當然我們不能做統獨公投 公投把它規定 所以你要問一個核心的問題是說 蔡英文總統 你接不接受一中各表 是不是 其實這個東西 聯合報的前總組比 黃年已經寫很多次 就是說民進黨 一說一中沒各表 包括什麼鄭文燦 賴清德都講沒各表 目前也沒有各表 沒有錯 但是我們提出的問題說 如果可以各表 民進黨OK嗎 你要不要一中各表 還是說一中各表你也不要 但主持人 一中都不要 我的結論 他的答案是 因為習近平不要一中各表 所以我們不能要 其實我合理的話 是說他們連中華民國也不要 這是裝的 我想當總統 但是 講這麼白 不然 有多深挖多深 我的看法 發新聞稿澄清 不要罵我 我的結論恐怕是連中華民國也不要 我只補一句 因為韓民哥要講塞害的話題 剛剛霍言哥講的這個有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的統獨 公投法裡面 是不可以做統獨公投的 國民黨曾經一度管閉 這個算統獨公投嗎 對 現在就能來了 如果是這樣設計 剛剛霍言哥講 第一個 統獨公投不可以 第二個 如果在一國兩制的基礎 跟原則下跟對岸展開 全面的交流 你同不同意 這樣算不算同獨公投 不算 我覺得後續這個話題 我們可能到了年終以後 總統到底開始打 就會出現這個話題 那樣子的題目設計 至少知道說這些政治語言 台灣到底多少人支持 多少人反對 為何不能公投 可能到時候我們就會討論 你放心 中選會一定會封殺的 對 你設計可能會說 你是否不同意 不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面 跟兩岸進行公投 郭伯定怎麼講 就是他就不讓你 對 兩個否定制 對 只有雙否 不要怕 公投一下 不要怕 譬如說蔡英文總統 真的是打蛇隨棍上 就像剛剛輝文講的一樣 他告訴大家 我一定要拿到 總統大選的門票 所以他現在非常積極的在出招 他這六天已經發了20篇文章了 其實非常非常厲害 他其實就講這句 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絕大多數台灣民意 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他又發出了一個新名詞 這是台灣共識 反正台灣價值之前賣得不好 現在台灣價值不賣了 我們現在改賣台灣共識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嗎 結果這個一出來之後 果然受到非常大的好評 網路上一堆人幫他按讚 結果他馬上就推出所謂 多國語言版本的 反對一國兩制 包括英文 西班牙文 日文 越南文 藏文 法文 俄文 泰文 波蘭文 他還要求說網友 你們願意的話 也可以來自動來幫忙補充 目前已經到了29種語言 問題是現在已經有非語言版本了 語言版的比如說古文版的 謝勤文字版蘇美人也要幹得懂在一起 古埃及文字版 古埃及也要來贊成我們反對一國兩制 穆乃伊也要跳出來按讚 對 然後皮卡丘版 這動漫世界絕對不能差 現在這麼多人要抓寶 抓這些東西 皮卡丘版你幫我們翻譯一下好不好 這個皮卡 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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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了 這個我也很難翻譯 這個只有皮卡丘才懂得說什麼 對 只會講這兩個 我們被10萬電集給電到了 然後當然寵物 寵物也是我們的生活好伴侶 所以蔡翔翔拜也出來 有喵喵喵的 對 喵喵喵 這些狗狗全部都要懂 有一個人就在這一波之中 受創滿深的 第一個是誰 第一個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當時的反應就是說 做事情我覺得還是要看長期趨勢 股票也有一日行情 坦白講兩岸如果叫牌越叫越僵 我還是比較擔心 結果他講這段話說被網友罵翻了 整個他說你怎麼可以講 我們蔡英文總統 只有一日行情 這比喻不倫 然後把他劈啪罵了一頓 但是我譬如說其實柯文哲講的是對 因為這兩天蔡英文的聲量 已經往下掉 現在又是韓國瑜第一 所以我覺得這個 所以29種語言不夠 還要繼續增加 可能要發展火新聞才夠 另外一個中槍的是誰 就是我們的蔣萬恩委員 蔣萬恩委員 難道他也要選總統嗎 蔣萬恩委員基本上 是被貴節目害了 因為他就在貴節目上直接講說 可以接受蔡英文總統的四個堅持 中央民國存在的事實 聽了習近平的談話 尤其他對於九二共識的定義 他當然是沒有辦法接受 結果這句話出來之後 藍雲一大堆人開始罵他 罵他你數點忘主 你連你自己祖宗都不要 你怎麼可以講這些話 批巴把他罵了一頓 其實九二共識很快就已經發了聲明說 他其實是反對一國兩制 但是他也不會接受 蔡英文總統所說的 台灣從未接受九二共識的說法 實際上 台灣怎麼可能沒有接受過九二共識 因為在馬英九總統執政的八年 我們不是一直 大家都是用九二共識 來保持兩岸之間的溝通的嗎 所以在這一波蔡英文上漲的趨勢當中 柯文哲跟蔣萬人都中槍 可是蔡英文的身世已經下跌 那他是不是能夠再起 就看蔡英文在怎麼出招 把這個問題 我覺得要切開兩個 兩個子題來討論 九二共識是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是一中各表 好 很多人不准各種文字去反對九二共識 好 我們可以預測 沒有了九二共識 下面這幾年是怎麼過的 第一個 他窮台政策是已經現成在那邊的 看他拿捏的速度而已 我們每年40%的income賺的錢 是從大陸來的 那你窮是第一個事實 你逃得了窮這一支嗎 逃不了 第二個 習近平講話裡面已經暗示10年15年 他任期裡面要解決台灣問題 解決台灣問題 台灣老百姓不同意 那是不是戰呢 戰爭是不是你能閉臉掉 閉不掉 那你是不是翔呢 投降是不是更難看 你把九二共識甩得乾乾淨淨 這三個方向是確定的 好了 九二共識這是我們預測 你說你老帥講了預測不准 我們看過去好了 馬之政的時候九二共識存在的 你外交增加的 路客來是多的 老百姓收入是比有收入的 尤其是服務業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一條龍的那個 那個你可以用制度把它改吧 那是事實上那八年九二共識 是讓台灣的多少國家的免簽 多少國家的兩岸協定 多少個服務業獲得就業機會 這是已經可見的事實 九二共識的要不要的利弊 大家自己去比一比 好了 下面談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能不能談 可以談 而且可一定要談 怎麼談 那問題是你主張的一中 跟我主張是我們講的是不一樣 那我們可不可以看一看 美國川普罵中國罵得多難聽 你偷了我二十年 你竊取了我的機會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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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駭客駭到全世界不安全 中國大陸的民主主義也說 我寧可不吃你的黃豆 結果還是要談 為什麼 我們政府養你這些官員幹什麼的 要談嘛 談會有變化的吧 談可以談出結果來嘛 我舉個例子好了 鄧小平當年講的時候 兩岸只要談的話 國號可以改 國企可以改 他什麼都可以改 你要談嘛 習近平這次在講 這是家裡的事件 我們坐下來談 剛好截圖的後面有一句話 我也還沒有講 習近平講的意思 不容外力干預 這是家裡的事 好 既然是家裡事 我們來談嘛 你的國號叫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的國號叫 中華民國 人民跟人民 有什麼兩樣 你拿掉一個人字 可不可以啊 那不就滿足了 一中 你的一中 滿足了我們的中華民國 這個可以去談嘛 至於將來的主權 我們可以談邦聯的方式啊 歐盟裡面也有邦聯 蘇聯也有邦聯 那就是看你談的結果嘛 對不對 談是雙方互相讓步的嘛 你不談 我意後拒絕 那你有本事宣戰呢 或者一般我們大家 跟大陸的那個民粹族一樣 我們餓了肚子也跟美國幹到底 結果你還不是買他的黃豆嗎 對不對 一樣道理嘛 談 我養你陸會幹嘛 養你海濟會幹什麼 養你這個總統幹什麼 你跟大陸去談嘛 既然他講良安事情 什麼都可以談 對不對 那你不談 怎麼會有結果呢 怨聲聲的把他推舉掉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三條路嘛 又窮 又有戰爭威脅 或者是被迫而降 談 還可以談出一個 對台灣2300萬 求生存 求發展 求繁榮的一條路嘛 哪裡先養那個張小月 跟那個陳明通在那裡 越之高興 什麼事都沒有 養你幹嘛 當然可以談嘛 看你談判的方式 談判的主題 你要提出來 雙方妥協嘛 你民意黨不是一天鬧著講 衝突 妥協再進步嘛 為什麼不用在兩岸問題上呢 我覺得不是不能談 而且維翰也講了 今天台灣老百姓要不要結束九合共 公投嘛 要過 那一中會把用什麼名字 我們可以贊成的嘛 對不對 愛爾蘭 蘇格蘭 還有英格蘭 他還有他的國際地位 韓國也有兩個在聯合國裡面都有票 對不對 那你中華民國 好 你台灣民進黨不滿意 再加個中華民國 一中華民國台灣 又合一中吧 對不對 問題是看你談不談 你這種聚而不談 只有把台灣老百姓陷入痛苦萬丈的深淵裡面 你要去靠美國 美國能夠給你什麼實質的東西嗎 武器也賣你一些塵槍爛貨 也不建交 也不在協防協定 管著口惠而死不治 你能搞嗎 你搞不出來嘛 你這條路走不出去嘛 對不對 假定說我們變成一個邦聯 又可以拉到中國 又可以拉到美國 何都不為呢 問題是看你的談判技巧嘛 我告訴你 你沒有說大騎巧就一定贏的 當年奧地利梅特尼可以在戰敗國裡面 談出他國家最好的條件 那你是不是個人才呢 你是不是有這個勇氣去面對呢 這是我要問蔡英文政府的 對不對 你不要管區鋒老百姓騙那些傻屌 跟著你一襲的還喊 喊到最後家破人亡 誰替你負責 沒有人替你負責 所以你要談 至於談的內容 你可以各表你的立場 爭取你最大的福利